《女人世界》是我的第一部長篇 過程中經歷了我父親的離世 Coby的去世 我懷孕,女兒出生 還有經歷了我得癌症 隨著困境往下沉 OK,但是沒有意義 還是你要更樂觀地去面對 這個我覺得也是我跟奶奶們學的 第一次見到Coby,一見鍾淺 她92歲 很嬌小,但是很有力量 很嬌小,男人 當時就覺得必須要拍一部紀錄片 我才能夠呈現這些人的魅力 與她的生命狀態 《女人世界》是關於一群70到90歲的華裔女性舞者 再次走上巡演之路的故事 你作為一個老人 你會不停地在失去 失去你的行動力、體力 年輕時候的容貌 這個舞團的核心 我們就要過好這一個當下 今天能跳舞 今天就去跳 今天依然能打扮漂亮 我們就去辦 舞團的領導是Cincy 76歲 非常有活力 行動牌最感冒險 最感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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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6歲的時候 去做一個踢踏舞者 到處去找工作 遭到了很多拒絕 後來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經紀人 就說 你要想表演 你得露出你的肩 露出你的腿 他的第一套跳舞的衣服 是他媽媽和他一起合作的 奠定了一個Coby的時尚美學 在唐人街的總會 Coby就是負責 hold全場的這種單人秀 Steven和Coby是在舞池相遇相愛的 Steven就有點像是一個Coby的迷弟 他們兩個年齡相差將近20歲 Steven本來就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他知道總有一天Coby會比他先走 Coby對於他老伴的這種 就是感情過度豐富 他經常是有點白眼 一件事 人們會在我們的盤子上有 是 人們為了真正感受到 生命的 你知道嗎 我們倆都會從你來得到的 但是當時那個時刻 他彎牌的手停下來了 那是一個紀錄片的神來之筆吧 NZ1 SOLITARE 整個電影都給人像是一個歌舞公路之旅 在美國的這個階段 跟著舞團去到舊金山大維伊 在拉斯維加斯去表演 後半段走向了一個更大的華人世界 包括他們的父母輩華人身份認同 舞團當中有一個Emily 很典型的大家閨秀 她說我怎能想到呢 當我到了老年 我突然之間可以露出我的腿了 人生永遠 開啟你的第二春都不會太晚 年輕人其實也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因為我結婚了 因為我生孩子了 其實這都是自己給自己射的線 當時是疫情 Steven給我打電話說Coby昏迷了 就是敗血症 一天半走了 她真的是践行了她的這個天鵝之舞 就是生命的摧毀之後還在跳舞 很悲痛的一周 突然之間就發現自己懷孕了 Coby的女兒當時就哭了 覺得這就是生命的輪迴 我不知道人生能有幾個六年呢 我得癌症有康復 我的化療從八次減到六次 精態特別重要 拍攝階段等於我就是拿拆棟牆 補習牆的錢去做的 當導演、當製片、當導遊、當舞團經理 後期沒有錢了 貨出去了,眾籌吧 我臨生孩子前 最後一天我還在接受採訪 幾年之間就是她終於生長出來了 大家準備一起來 好 希望這個片子可以跨越待機 跨越國籍 跨越地獄 搭一座橋 人應該去追逐自己心中所想 小 únстр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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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